古兵美食咸酥鸡 但是来看到高手男子的这间摊位却被指控 店员疑似不卫生 因为在空挡时间 他一手在滑手机 那么另外一只手在亲鼻子 客人上门了 涉嫌没洗手就开始服务民众 这一段画面被民众拍了下来 质疑卫生出状况 医生也表示 的确这么做会有污染食物的风险 也因为攸关食安 卫生局赶紧派人请来鸡茶 咸酥鸡汤店员一手滑手机 一手摸鼻子 以下两下几度靠近 民众po文说是在亲鼻子 随后客人上门 店员不敢怠慢 赶紧起身服务 但被指中间漏了洗手这个环节 帮客人免费炸料 一段影片发酵 有民众听了觉得很不卫生 但也有人替店家缓炸 经历很好 那些东西都甘甘净净 当指控摊位就在高雄男子 曾搬过家 但在地经营七年多 上午店家来开店 公开作业过程做澄清 我们也是很爱清晰 我有请一个 但是没有做了 影片中可能是离职员工 但对方也很爱干净 是否忙中疏忽 有待厘清 空气里中的一些杂质 甚至有一些病菌 然后从这个飞沫 跑到我们的鼻孔 我们又把它给放在我们手指上 这样很容易又把事物给污染 卫生局获知也说将派人稽查 不只官感也攸关食安 可不能并从口入 记者柯晨昊高雄报道